大家好,現在是10月14日,在澳洲,剛剛看完馬,睡了兩小時,但也要先做一個拆局 剛才做了一個初選,檢查天氣,未來星期三會下雨,但星期三那場雨也未必很大,所以我估計會在好地上進行 頭場賽事,五班仙二米,這場馬我剛才在想,應該是否可以玩笑 頭場賽事會有快捕捉,一號馬起盡之星,落班會惹飛,但這場馬的狀態不算頑皮,不過是肉骨一樣 會不會有馬在前面一燒,一燒燥,他就不肯走 這場馬,我們在想,這場馬可能會有馬辣,例如木火龍區,荔狗快 甚至在他旁邊的一隻,全身貫注,所以他雖然跑這個路程是首半的 五班也有優勢,用到報紋,也是五次玩的,因為文家良比了報紋期 但我唯一擔心的東西,有馬辣他,他就會最後200他自己停,經常都是這樣的 我會覺得是四龍彩三龍,所以要拖,但因為他是成為業本之一 不能預計,所以我擺不到他的頭不算 二號馬全神貫注,上年贏馬當然中,但之後幾次都加不出水準 今年的時集也沒有上年那麼好,所以選不到他 英準要選他,原因是之前撿到那些壞檔就不行 但現在撿到那些好檔,他只跑了一段,可以持有位置 但贏是未到他的 小馬華麗活力,雖然我說了很久,他都是一隻1000米馬 但這隻1200米在五班是兇的,有評分優勢 純粹跟你拍一段的馬,我覺得他可能如果守到前至四五位 一爆下去,如果是交得出自己的後勁,有權贏你 十足馬車本來是想選他的,但12檔用到潘頓 不會那麼好死,讓他放到頭,然後起盡之星的兩隻馬一起放頭 兩隻馬一起放頭,一起慢放,我是這樣想 所以就說算了,兩隻馬都熱滿了,不如兩隻馬一起不要 但如果是一個慢步出的情況之下,他可以和起盡之星一起賺 宏才11檔難跑和近方,不是最好的時候 亦都入了減分期,11檔很難跑 新浪馬,朗日雪峰,我只選了一個原因 其實他有些前速,當然1400,1600,1800會比較好 不過對手太差了,用了艾道拿,會玩到少少賠率 我肯定放回第五選,我不要1號,不要5號 就要了他,位置四重彩腳 伏火龍驅,在日程聚衛馬房裡 見到他,安排我第三名,第三名不是很厲害 但起碼已經是最佳明智先,在前面走回來,正正常上 我都怕這隻馬會燒人 但燒人就是燒人,但一燒人的時候 1號是不行的,但這隻馬可能會成功的 所以我拼了他,跑多一個三龍彩腳 電子精彩,我放在第三選 因為他是二檔,不是一隻聰明馬 上場第四名,輸三個馬位都輸得很遠 但時間很漂亮,OK,因為他很自快 但起碼已經是明顯地這隻馬進步了 輸給威力飛達,紅雲派載 其實他不是輸給烈火進馬很遠 可能是常常這樣,常常這樣之後都跑得不錯 還有隻有你又我,正正的那些 飛躍精英之後都能夠跑得好的 所以我覺得這場馬排的二檔 守著Box Seat好位,可以賺 合金王,會不會跑得千米好一點呢? 我不敢說,但在近方上不是最好的時候 焦點沒有好過,我選不到他 除非突然間很大功夫的進步 前鋒就只有想過選他的 但是十當的,他這些馬就是跟你爆一段 四龍彩拖一票就夠了 他要守好位,他有爆發力 但是衝程不長 後面的馬方面,有你又我補出來的話 可以正傳的,因為他仍然有些分在手 恩錦,我覺得補出來也好,都難一點 因為不是最好的時候 不過他評分現在33分的好處 看完馬之後,我硬不選1號5號 但是4號其實都不太穩陣 我覺得這樣,投場賽事最好是看一看 1,5,8,打陣點 然後你可以大概知道 內欄,前置,外跌追,會好不好 還有前鋒,看看他追多少 你可以計算到數 偏差有多好,即是什麼情況 我勉強選他去行頭 真的是勉強的 因為我覺得這隻馬 平分好處 但是不是穩陣那些 好了,第二場了 4班1千米,步足應該會很快 因為有隻極光瑞星,電子宇宙 都是快馬 因為我賣極光瑞星 那隻馬好fit 大力超星馬 弱 頂膀 外跌 有可能被這隻 開心馬頂在三跌位置 所以我覺得這隻馬雖然銳 平分都連見有少少微利 但是因為他排外跌的關係 我就放到第三算 我怕他被人頂 電子宇宙 跑田草千二米還可以的 1千米其實不夠快 1千米可能頂到一會 或者要動一會 才能放到頭 這些馬 我暫時覺得這隻馬好像 不是最好時候 而且我覺得他跑泥地千二米最好 很單薄的馬 三角馬 燈膽王 十二檔難跑 始終你1千米的賽事 焗草賽事很難追 十二檔 我猜難一點吧 四角馬 有形容者 這隻是show you think 他仔體血統都不太短 但是下層就是Journal Nenheim Journal Nenheim 就是短途馬 短途早熟馬 看看他最近試襲 輸給極光瑞星 他輸給極光瑞星 但他回到後 他都很後下 騎下去沒有反應 我想要給他一點時間 泥地1,650米 就遲些 銀絲勇士 是一個一檔 要選他 為甚麼呢 這隻馬是Charmesprick的仔 上季表明出來 隨便跑一下 但今年見到他試襲 很好走勢 剛剛贏了 否則千米直流襲 那部襲 贏了謙謙君子 很明顯進步了 再看回之前 也是輸給幸運遇見的那部襲 回來也不算差 至少他肯追 很肯追 我覺得這隻馬很進步 不知為何不是暴民騎 不是因為騎不到呢 那個磅 但這隻馬今年是進步了 有權贏了 六號馬 中華威威另外一隻馬 有權放頭 但1000米不夠快 他是適合 但1000米不夠快 而且贏了馬之外 評分加上來 就沒什麼好處了 威武寶 排了一個三檔 這隻馬我放回第四選擇 這隻譬如姦徒仔 上年跑了三次 有兩個第四名 今年他看看他的事集 坦白說不算很好 只是說稍好 贏就贏了貨集 贏了貨重化集 贏了寬少復星 富裕軍師 不特別 但是是進步的表現 時間都是正正常常 我那隻馬是進步了 用黃保利 輕磅 再之前 在9月19日 也試了貨集 也是黃保利 那時候也是輕鬆 800米集 時間都是靚仔 那隻馬進步了 這隻很明顯進步了 所以我覺得這隻 譬如姦徒仔 現在是五歲了 只拍了一個四次 可以期待進步 但是在進度上 未必夠一隻極光水星 揚名閃耀 這隻馬 Prior of Dubai 我見到這隻馬 還有那隻生生勝利也好 輝哥的All-2-Hard 通常都要給他一點時間 很好那些 很好那些 不好那些就這樣 妙芳華 好像不太好 好像進度上 都幾生硬 幾嫩 我覺得要給他一點時間 開心馬 其實是落班跑場 1000米 甚至是泥地 12米 就夠贏了 他來跑四班賽 難一點 這隻馬 沒有什麼評分優勢 1000米 如果他跑四班 跑五班就夠了 排個八當 看看會不會有馬頂他 看電子宇宙會不會夠快 如果不是 他放得出來也好 未必捱到尾 12日馬 謙謙君自得選他 我很特別 都說了兩次 在試集的環節 他雖然輸了兩次試集 但你看到他在 等等 他在7月4日跑完 就休息了一個星期 之後 跳幾天又休息了兩個星期 最後再休息了兩個星期 前前後休息了四個星期 我以為這隻馬 會不會真的不夠分 用來減一下分 要先下五班 度步為主 一路都只是度步 但你不要管 9月9日才跳回 但他連續兩科集 是按住 拉著追上來的 我覺得這隻馬是行的 和以前是明顯不同了 我覺得這隻馬進步得很重要 不要這麼說 不要說很大幅進步 最主要跟以前是很大的轉變 所以我覺得這隻馬 起碼有七、八倍的 除了一個綁利 今次有快步速 他跑到二檔 如果他起步之後 他快過銀次勇士 守住個角色位 或頂住內欄 他很好跑的 後面的馬方面 這隻起暗光 一隻還未出過 一隻就是 不是很好表現的馬 我想要給點時間去減一下分 補到出來還是難一點的 看完馬 極光瑞星要選 但是位置馬 銀次勇士 明顯進步 我覺得可以有權 贏了你 然後就是 威武寶寶進步 然後選到沒有東西 很簡單 我肯定選一隻 開心馬先過 電子宇宙 中華威威的 但是Winplay對象 我覺得就是謙謙君子 今次是有權爭Win 我覺得他是很進步 好了 第三場 四班 1650米 這場馬 我就想到沒有什麼好想 就想到大陸的後巷行頭 純粹因為 這場馬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補足 他會不會一個不小心 守住個好位 600米的時候 又踩右 又可以 因為馬環未知威 下班 但好像一隻未得過 未得過的馬 要減一下分才行 志勇明 這個是 呂建威馬房的馬 他自扣馬 跑了六場 都是一個近字 1400米 現在上來的1600米 是可以的 但是兩場黏地 溫速回來 是沒有加速過的 我覺得可能還要減一下分 無極勇將 這陣子我們升高兜的兒子 暫時未見到 有任何好處 轉了馬房之後 都不覺得有進步 四個馬得意 傑作 不能不選他 上次我也說 擺明是搬名費 搬名費 這次輸了之後 就不能再站了 那我再騎不緊要 換了蔡明紹 蔡明紹以前是阿輝哥的殺手 來的 一檔 有權贏了你 十二檔 五號馬 火金鷹 就是 all two hard 試襲 首先是十二檔 第一 第二 試襲 試襲 1700米 回到來 都騎下去 不足夠力 而且 初出牌的龍明米 我想難一點吧 六號馬 掌聲 50分其實仍然有 評分優勢 但是這件事 我本身上場 不想選他 明顯狀態不夠 明顯狀態不夠 都跑到第六 已經有少少追勢 我覺得 有升有息 如果一國不國以 進步 對 五檔 潘明輝騎 如果一國不國以 有進步的表現 進到前四名 太陽高高 轉了馬房之後 是好一點點 但我一直都說 不厲害 所以這次 我想他會繼續有 接近的表現 但只有接近 不是很特別 有增性的水準 增性的機會 我覺得難一點 八號馬 領創獨力上場 都賺光了 還有駁了兩場 體力有少少回落 這隻馬 以前都蠻麻煩的 所以當然 連續兩次上名 可以繼續上名 可能駁過究竟 但是 這次雖然沒有捕捉 但如果八檔出來之後 他又留不住 在全面擠得很快 走 不知會怎樣 不過這隻馬 我覺得是一隻有權 搶Q的馬 仍然很fit 評分也好 熱了兩場身 到位的狀態 九號馬 魔法捉帝 這隻馬 就是 上次 賽前也說 他這隻馬 就是 評分沒有特別的優勢 在四盤 是欠下位置 fit也挺fit 不是上季贏馬的時候 那麼fit 但現在在這個評分上 可以欠QT 超級寶寶上次 賺了萬步足 今次都可以繼續賺 因為 得席領創能力快 但是我覺得 他的評分上 又有少許嚴朗 45分以下 可能好一點 本來是一隻不厲害的馬 我想要給他一點時間 這隻11號馬 大力球王 找到行頭一個原因 首先 評分減到過籠 第二 就是上場在中段 走掉 很好很好很好 走勢 當然了 鬥到最後一步 鬥輸了給一隻 逐步贏那隻 夠氣量 亦都可以是 走掉了 彈掉了 其實他 走掉了 然後 緊緊 被那隻領場 追不到 這次都可以這樣 繼續這樣做 這次更加沒有補足 所以如果被他守住 四檔 守住一個好位 第二位 第四位 第二跌位置 在600米踩油 你真的追不到 所以 看看會不會 這次又是這三隻 會不會是領創動力 和大力後往 可以轉到位置 黃金健文 這隻馬 還不可以 應該 給他一點時間 還有可能 要跑2800才行 後面 東靈勇士 其實這隻馬 我經常都說 他平均沒有優勢 但他經常跑得很近 去夜飛 去吸引人 但是 報到出來也好 只是四重在腳 幸運同行 本身是外地不厲害的馬 來到香港之後 都未適應 近來操練好一點 看完排位之後 我覺得 有幾隻馬 得以佳作 領創動力 魔法速遞 掌聲是邊線 然後想想想 不如 與其搏 招勁寶寶 突然跑出超水準的話 不如他大力求黃 大哥 這隻馬 其實他真的不是 炸得那麼厲害的 他是懂得跑 在這個評分 上場馬的第二名 看見到 原來斑德禮 懂得這麼跑 這次用回同一跑 那就夠贏了 第四場 這場是四班千二米 步速方面 應該會快 有隻上轎 有隻金運來 一號馬 躍進之己 落班 好處 但是十一檔 難跑 最多都是四龍水 扔一票 我怕他要輸一場 二號馬 金運來 上場他贏了馬 這次排二檔 可以繼續賺 上次排五檔 也贏了馬 贏了健康心靈 木火童靈 那些 死班頂馬 但是他加了分 之後 我又不敢說是否贏了 因為他其實未必說 超得那麼厲害 但是這次排二檔 他很好跑 三號馬 迎落 一隻均速的短途馬 說了很多次 這次沒有什麼特別 很快的馬 所以他排一個五檔 他如無意外 應該可以守到前列位置 二碟 有隻檔位置 最差到 所以我覺得這場馬 他有權欠個三重再腳 上次回來八 四號馬 快步流星 應該要跑千八打上 五號馬 立百川 原來初出場馬我第二名 之後三重也排得很頑皮 我硬是覺得這筆馬要跑長一點 評分有優勢 但是狀態都OK 不過就是嚴短 而且這場馬應該會偏熱 我想五至七倍左右 所以我寧願不選他 不過馬 飛雲 我先選這隻 起碼他幾次上名 還有 暴文 他應該肯忍 這場馬快步速 入直路衝一段 可以欠位置 但贏了 這場馬 預達島 我很喜歡這個 卡拉斯 但要跑長一點 不是千二馬 而且狀態未到位 白鷹馬 之後長逝 另外一隻快馬 他排了一個六檔 看看他會不會扯快一點 跟金雲萊 和上膠 希望他能帶上膠去 自己賣難放 但是近方上不太好 這隻馬 有一點點 好像 弄爆了 九個馬 成封灌距 另外一隻麻煩馬 麻煩的意思 不是一隻給到 頭柱上的威脅 而是他有權前置 因為他有一點點前觸 如果他能夠頂到一點點人 那就麻煩一點點 不過 這隻馬的機會 真的不樂觀 深火馬 上膠 上場想著不行 狀態不太好 不要管 狀態不夠 原來對手更加差 給他轉了馬房之後 可以贏到馬 他放到回來 就贏到勇威神 他精精至尊 那些都是四班中堅分子 那天是115磅 那天是大利前置的偏差 這次不是蔡平時 這次是霍宏星 上次也是蔡平時 但是怎樣也好 在這組裡 我覺得四重彩要拖 新幹線在快步速的情況之下 排開一檔 只要組斷不要太脫 這隻馬 它是有級數的 但是說了很多次 是1400-1600馬 不是那麼短 剛才看到偉達 但都沒有怎樣說 沒有怎樣說 但anyway 我覺得它在這組裡 要拖腳而已 電路10號 蘇惠妍 馬房 轉了馬房 好像都是神聰 沒什麼生氣 後面馬房 還沒得球王 斯閘 我怕幾錯馬 這隻Wall Decreed的兒子 我當時好像說了一句話 這隻馬 四歲會比較好 試襲回來 就輸給顏色王子 球王 他回來 打得挺重要的 所以我覺得是有進展 但還未夠 拿出來當是試襲 可能 蔡俊 沉的那隻馬 看完馬 我覺得 金雲來 迎落 沒有什麼特別 WING 很厲害 但我覺得這次兩隻馬 會很賺 因為兩隻馬 都不用放 可以跟著人家跑 兩隻馬 都是跟著小小的擠出來 都會好一點 自己一放就要捱 但如果他可以守著三四位 找到空位 這些馬 都很好跑 再看下去 快捕捉的情況之後 我估計飛雲會好好追 新幹線都很好追 一場 不覺得是一個重心場置 因為一會兒上角 又放得快 之後又捱到 然後那些翼落 金雲來 還有呢 首要的二三位 騎下去有沒有 不知道 找位上會不會不順暢 給這隻 成風管區搞一搞 所以這場話 最好都是輕手一點點 第五場 四萬千二米 步速方面 我想會正常 未必說特別 超級快那種 但是呢 我覺得能夠說正常的預計 因為馬 逐光亡 12米不夠14米 我講了很多次 很早已經講 他有潛速的 但是呢 他是不是可以賺到級數呢 不敢說 我覺得他這次未必可以 夠隻身力這麼快 所以我用了身力 沒有要到他的 二位馬 精彩進場 上場就大幅進步 快時間 贏馬的姿態 雖然是辛苦一點 但是放頭回來 他可以這樣頂住 那隻飲杯 飲杯上班贏 對不對 所以呢 上場馬的水準是厲害的 只要正常發揮之下 你應該可以再贏馬 三號馬 早上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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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優勢 這隻馬 56分 難贏 但是呢 不能拖回他 勇巴龍 四號馬 長期見銳 試襲試得很厲害 真跑 經常都是最後幾步 就頂不住 一鬥就輸了 後追不及方 喊不到尾 連馬斯功力也好 還是什麼錢也好 不轉馬房之前 我都不會放到首選 五號馬 金磅之星 跑個三檔可以賺 這些四歲馬 shitting to win 會進步的 長期都近的 看看這次會不會更好 六號馬 王龍飛將 是否要拖回這隻馬呢 上季初出跑了第三 原來那場馬 時間都蠻出色的 剛剛初出那場 沒有東西看 完全沒有東西給你看到 這次阿輝哥 應該回去了 四十三 今天跟阿童基來 應該都是同機回去了 最近試貨集 我覺得OK 只是說OK 不特別 可以再好些 時間正常 但是不算很突出 我覺得這隻馬是四重採腳 但是不是重心來的 因為他應該不夠二三四五跑的 好像拍十一檔難跑 Overshare的兒子 暫時初起 未夠水準 給你緣分 放透又喊不到尾 偷著來追 他又追不起 追不到 他這隻馬呢 直路的時候 弄尾了尾 這隻馬真的壞 有些問題的 贏到馬算偷笑的 上年 新力排一個二檔 這樣 我覺得他可以賺 但是上場 都賺了賺點 開來五名 今次 我怕對手太強了 上次他都賺了賺點 但他沒有放頭 排一檔 今次他有權自己放回 熱身之後會進步 但是一隻位置馬 他證明不夠的金網之星多 雖然金網之星未贏過馬 用馬龍未贏過馬 但是你填草級數 收了馬 文明複色 這隻馬進步了 十當這次 這隻馬很進步 明顯地 但是進步得 是 夠贏呢 我覺得還未夠 剛剛輸給極光瑞星 回來是進步 但是呢 其來也是 不肯加速的 歷水上 還差一點 熊旺斌分 未得的隻馬 減下分 落到35分 才算 智旺才哥 第三名 有人說了不厲害的 上場都不知道現在有票 水準很低 後面馬回來 球王 補到出來的話 留意下走勢 但是應該還未夠 才進 狀態一般 看完細馬 剛才說了 2345 惡到運 但是4號5號始終未贏過馬 究竟哪隻馬 跑到第三名 跑到第二名 不知道 但是招招成 明顯地是 真的有些能力的 所以不如這樣 23單Q 二招 三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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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數了 這場馬 我感覺上範圍不闊 第六場馬 三班千二米 剛才想了一會 因為這場馬 快馬方面 天竹馬 都未必快 勇敢巨星 十一招 剛剛贏馬 還有一隻 添開心 擺明幾個位置馬 幸運旅程 也是位置馬 挺亂的 這場馬 剛剛贏了馬 但是加了分 現在有點壓力 第二 還有十一檔 十二隻馬 十一檔 十二隻馬 牠很難跑 但是牠能守好位置跑 我覺得你怎樣都要拖牠 但不是重心 阿威那次有些馬 但應該不容易 二位馬 天竹馬 牠排了一檔 用王志宏 但是 減7磅未必能幫到手 馬真的下了 前竹都沒有了 多利 如果牠排得快 就沒辦法了 但是看上去難些 多利 多利 雖然去年 曾經排得好 但是近兩張 都排得蠻厲害的 評分上68分 有少少嚴朗 會不會下回65分 我覺得是 對手 強的 四個馬 無限美麗 我肯定選下去 這隻馬 為什麼選下去呢 這隻馬 今年未出過賽 但是去年 牠在賽項上 起碼會贏 牠不是很超班的馬 但起碼會贏 就是有少少能力 試襲 最近輸給精英雄心 回來 牠打算快放兩段 但是這隻馬 留著你跑 不是放頭馬 不是放頭馬 再之前 牠也試了貨集 當然 那時候也是一般 牠只是輕鬆的回來 但這隻馬 留著少少來跑 都會好一點 我覺得 不是放頭 守住 4至5位 爆來會比前面更好 牠不是一隻很好參試的馬 但是這種馬 選來選就沒什麼好選 勁選了牠 沒有東西多來採牠 下馬旅程 剛才說了 跟誰都沒什麼所謂 因為牠評分上 真的沒什麼特別的優勢 但是牠有狀態 所以在這組裡可以欠牠位置 更開心 前一場跑第二名 那條Q大家都很認 上場跑下去 不算很特別 會不會因為街落分 不關事 純粹跑個Feed 也好 都是一隻三重彩 四重彩腳 還有潘頓 看看會不會在這場馬 明知牠只有一兩隻馬 放的時候 守住牠二三位 看看能否捱到尾 差到一個位置 有紅利 下班會好一點 四班才薄 三班應該不夠跑 王者有利 Strasophia 應該給點時間去減分 十二檔很難跑 心紅紅 湯布辛跑 在外地的formline 要打開 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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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不打開 看看血統減平 這隻馬有血統減平 這麼快 EK Ready to run English 即我現在的銷售 20萬成交 當時跑了六次 兩win 一打一櫃 但是奧布里 和Walker 很低水準 應該要下班才算 同棋 這隻馬 其實外地的form 不算很特別 但是最近試走 好像前足很銳利 我覺得這隻馬 好像有少少轉變 少少 比維港激流 它是很快的 但是 慢時間回來 第3日 不算很突出 但是我覺得這隻馬 是進步了 不過力水尚未夠 這場馬是沒有捕捉的 未必有一個很快的捕捉 只不過有快馬 有前置馬 但未必很快的 這隻馬 立場留意非數 如果一個不貴 讓它放出來 賺了 但前置 那就可以了 11號馬 維港激流 我不覺得它贏 不夠贏 其實我一直買回來 都是1400-1600馬 但不要緊 減了兩分之後 現在仍然可以欠 3班的特別獎金 初春那場 輸很遠 那是第3名 但是它拍著什麼馬 麻煩 你自己看看 拍著那隻 叫做進役快車 進役快車 剛剛也是3班 跑了第4名 昨天跑了第3名 很接近 很強的 跑耶諾患冠 德薩斯 都能夠上名 所以 去年初春那場 狀態還沒夠 今年狀態好 好了 我只是拼它進步 三軍用著外地的方不厲害 就要減分下班才行 方仔這陣子買的PP 都不買的 風彩人生 未得 減慢分 大賽 這些馬是要減分下四班 才肉手 每次都是 賭一獲 看完完馬 勇敢巨星就選 無限美力硬選 添開心 又有權好賺 幸運旅程就為字馬 所以想著想著 同喜我又覺得未夠 我想著想著 不如試試自己那隻 為港激流 希望守著4-5位之後 一衝下去 希望會交到水準出來 但要記住 要有很多的希望 第七場 三班1650位 步速方面 我覺得會偏快 因為有隻手套在那裡 應該不會慢 因為馬 加州王者 暫時看不到他有氣息 我想暫時選不到他住 二馬極足奇兵 上次第二名 我只是說過那件事 他馬騙了很多 但上季 他跌了之後 他就休息 我覺得今年的馬是銳的 但熱身後會更加好 上場初出 排了6-0 就說行不行 會不會不夠氣 結果均速回來 就輸給狗狗為攻 狗狗為攻之後 也能夠再跑第二 奮鬥心 什麼試跑得再出 都是常常熱滿的 那些 那些 所以希望他能夠 繼續交到好表現 如果交得出自己的水準 可以贏馬 走到再來好像距距距地 試習 都算肯走 但是 真跑的時候 好像加不到上季水準 等他跑來地 和濕地跪尾 可能會比較好 真金冰冠 上季當然 他是賺小外難 賺小外難 但是我想就想 咦不是啊 賺小外難 賺小外難 這隻馬 其實他是 跑得不錯的 坦白說 他那個第三名 其實是跑得不錯的 他 當然在這個評分上很難贏 但是 我初選是錯了的 我剛才可能在車子盒眼睡 盒著了 不是3號 因為是4號 是真金碟冠 我不會選擇3號 是手足在內的 我覺得他這組可以爭Q 爭T 但是贏不到他 還有 我想我真的選錯了 我沒理由有隻 有隻8號 我這場馬 等等 我再拿一下 對 我初選錯了 因為我剛才在車子盒眼睡 太眼睡 這隻手道座樓是不會選擇的 增金奪鞦不會選擇 因為他能夠爭QT 大學生評分沒什麼特別的優勢 但是減了2分之後 這些馬 長期是突然間 突然跑得好 贏馬那場當然中 有5倍多 但是這些馬 長期突然間 守住好位 突然間爆一段 他肯走就可以了 所以不知道什麼時候肯走 偉達斯有馬 配合而來 我回到第5選 我覺得這隻馬 是要拖回來的 為美主義 這隻是Darren的兒子 這隻馬 上季跑第二 那場 我殺了我 我初陣看到一些飛我 我不相信 但是潘頓肯跑 留著來爆了一段 應該可以吧 應該去爭位置吧 但只是限於拖腳 評分沒優勢 另外一隻評分沒什麼特別的優勢 聲雲笑著 但是你不要管 方加法比方雲星跑馬 就是濫匹王 所以 P史馬 守一檔 留著來追一段 就可以了 本應飛法 下班會好些 他在四班上 晚上那場 我都拗頭 我那場對手很差 但當然 我有點看不起他 太陽勇士 我很期待他會進步 但好像還未夠進步 初出那場都是一般 但曾經跑得近過 我覺得這隻馬 前置 均速走得很好 好像剛剛試貨集 他就在菊草 贏一隻熊霸龍 我覺得這隻馬 比力水上更好 但我仍然擔心這件事 會不會麻煩 想到一邊 因為63分 輸了兩場 下班會不會好些 我是擔心這件事 但是 頭注上四零座 我一定會選擇 因為這場馬 他比三檔 我估計 他有權可以守到二三位 銀進 評分上 61分 尷尬 落四班 上三班 不是很有優勢 又是四雄彩腳 勁進區 之前在田祖 跑第三名 內蘭 很難追 在內蘭不利地 追得很厲害 但上一場就跑得一般 下線 下線 還可以跑長一點 下線 還可以 下線 還可以 下線 是歐洲 跑長 應該沒問題吧 看看會不會繼續進步 但感覺上 最多都是 判斷四雄彩腳 西馬雄鋒 下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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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班 難一點 除非下線 如果不然的話 他評分不優勢 狀態可以 但沒有夠運勢 逐步贏 在不可以追的偏差下 追上來 如果是補到出來的話 要選擇 加州王者看低一点,手渡在来看低一点 本领非凡我都看低一点 其他马云我都不敢看低的 我只选了个极速骑兵 不如什么极速骑兵,WinPay算了,三倍就三倍吧 这场脚很贵多 好了,尾场赛事,三班千二位 我又选了伟达的马 步速方面我想会正常 因为有只爆热,我估计不住 因为马,雪涌神居 没想想选它,因为它进步了 明显近排好一点 但是12档,真的选不下 方堂没事,用王智王 没有陈架气先,第一 用这小子的控制流放差 守一档,守住三叠位置,四叠位置入弯 其实没有,难咯 电源自驱排10档,我选了他 一个原因就是二班式上名 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加了个眼罩,希望能够迫到前速出来 好位,但是是一只边线马 王马加洛龙区又肯定选 这只马上季去,我打算 会不会减少分落半线 结果三班都已经赢了 欠特别的奖金 好了,这只马上季告诉我 这只Safe Guard Safe Guard应该是南奥或西奥马 我没有特别去查背景 因为尽量很难感 这只马上季的能力 我告诉我,他仍然是中的 上季跑1400-1600更加好的 看回外地 爱地 Dion Luciani 训练的 西奥马 因为总是只有他 他没有人到1800米 1900米 所以应该可以跑长一点 好,再看回他刚刚上场的表现 上一次的表现 赢马赢得很出色 快时间 你看他刚刚试过阵 输给实力牌 就是用早来慢跑 轻松回来 但慢时间 再早前 看到他是9月29日 又是早来慢试 输给跑得很快 回来都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他能够说是初起阶段 他跑完跪尾 他在6月26日 跑完就一直终终终终终终终 休息了两个多星期 一直终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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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是初戚阶段,但没得不拖脚 得到后黄,摩仔卖回来的,他就说到那只马很厉害 他就觉得那只马很厉害,觉得那只马是高斑马来的 但跑两场都跑得一样的,今年的试集我觉得是进步了一点点 但又不觉得很突出,说比手都齐来的 回来只能说,骑下去有点走势 但我都说了很多次,试集不要骑的,我不喜欢的 新鲁马贵例人生,1600米说了严长,1400米也严长 1200米最逼,但1200米他就真的要个好档帮助手 达达三班,结果被他收拾了一档就要拖回 伟达和吕建威的马要特别留意 八号马是瓊俊非凡,是showtime的儿子 你看看他的外地资料 他就在新加坡,聂英九元赢过马 其实这些马未见底 所以跑了两场,跑了第三场 今次会进步,我觉得马来得非常好 留了一只马Eason 转了马行之后,我觉得是有点生气 但计算马,这个评分69分虽然是有好处的 但近方上,未觉得他够锐 试试集能够有点生气 最后一回来,我觉得是转弱的 骗得很重要的,所以才要骗 好了一点,但明显不是直线力生 直线力生很明显是有级数 他是赚的,但至少慢时间 所以我觉得这只马也未够 反而这只净进飞翠 我觉得会进步,赢不赢得到 看临场发挥了 看看会不会再进步一点 川吉英这只马就跑平分68分左右的马 他是长期突然间能够上名入位 赢马也可以,用艾少礼留着就飽了一段 分分钟有个难门机会 开心之旅了,Subito的儿子 我们的方不强的,一点都不强的 应该是自己的马来的 他原来是在西澳洲马去马入 是自己马入 跑五次了,在Ballarin交 кос几个马一二 然后在Wonderpool上升级 先过一位留住来追 但是那些明显是 要带点时间才行 不聪明的,他叫轉速 轉速這個種,有一兩隻馬不錯 好像Buna Noches不錯 其他馬一般的,所以這枝馬 我們只有他減一分才行,狀態初起 多利神驅,排了三檔,上年贏過馬 但現在明顯不是上年那隻,還有減完兩分 落班才再想,會好些 包熱,來地馬來的草地應該不夠跑 比較難一點,明顯是進步了 但我覺得最好的時候是在方仔 試勵地集,找他跑到三個場 我覺得他來香港之後最好是那一場 後面馬方面大財樂班,天火和人 近方一般的,1000米好些 看完小馬,要選的馬,加樂龍是硬要選的 得到後雲選不下,Eason也選不下 1,2,3號馬,三隻馬,如果要我選,我會選 這兩隻,田園之駒,好像穩妥一點 算來算去,就變成7,89 距離人塞,位置,川甲英不知追幾多 勤俊飛凡人不知追幾多 但算來算去,好像這三隻馬,合理 好,練馬師分場表方面,見到五盤智馬房出過六隻馬 我覺得最好的機會可能是一隻 隊伍開心和為美主義,但兩隻馬都是為智馬 希斯馬房準確是一隻扭拳爭下Q的馬 後面方面太陽勇士留意走勢的這隻馬 差不多了應該,其他那些不太 方家伯馬房,銀刺勇士明顯進步和有能力 看看這次會否進到圍,甚至贏了 朗艾舒峰後邊漸馬,飛雲蕩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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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 Italia,勝算就精彩進仗,但沒有王牌 正在昔少爪和銀進,我想聖魂少爪好一點 其他码低些,荒唐没少,荡衰人弱 审辑城马房方面,领创动力上次都博到尽了 都赢不到,看今次会否能够支持得到 其他码,问点点的,知道长城好像明显下了 调考永马房方面,招敬宝宝,我觉得要靠赞 和上角两只码我都不太相信,反而招招成 我觉得他仍然有分,其他码,问点点的 文家良马房起进知识,我不敢完全挖死了 因为如果给他在前面慢放就行,金云来也是 电源之是边线马来的,是整手马背入而来的 正俊卫马房木火龙区,如果能放头的话 看看可不可以跟新力一样在前面赚 但是有只马都是位置马 你见卫马房,盈洛如果遇到一个慢步速 他就赚到云,他是军足转途马来的 贵利人身位置,勇敢据称档的关系,都是位置马 浪腹全马房方面,说你活力,我不敢说 他就赚到头场,所以建议不要赚了 坦白说,掌声,我觉得他有权争位置 其他马方面,幸运旅程位置,其他问点 无谓结马房方面,电子精彩难点,电子宇宙也难点 两只马都是可增欠稳的四重彩脚 天竹马都落了,增金夺贯全是最好的 开二马房出三只,威武寶寶能够争位置 赢了应该难点,快步流星要增情 高中利马房出的四只,我是看不明白一只铜器 因为明显这只马是进步了,得到后王 我看不到有很大的进步 其他马,两只黄分马,敏碎一点 除了这只马房出的三只,前锋最好 但是一只边线马,中华位位应该不够快 苏惠尔马房出四只,四只马都稳一点 你可以留意一下,横才会不会接近 如果接近的话,勉强忍得住 电子宇宙或多利神区 尤本辉马房,赢了三只,都拍了十三个位置 十三个Q,真是蚁王来的 没办法,他每次都跟你拼 那手马方面,极足其兵应该可以赢得 得二阶作,也不如留拳赚GW的 其他马,我觉得低一点 依神留意走势明显得好很多 卫大马房,出足这么多场 乘速马车,当是坏 但又不能不弹他,带力后往 中转踩油的话,有权争Win 真贯线,如果能够守到box seat 好位的话,跟着前面 而且步速不是太快 他有权赢你 后面方面,我觉得另外一只 有权争Win,会为港风激流 因为有分在手 大学生,一般般,但未长期要拖 景俊非凡也有权争Win 他手抹凶 叶座马房,我觉得熊旺彬分未够 他手抹凶也有权争Win 可以Winplay 赛予漢马房方面,出过三只 我猜无限美丽是边线 金棒之星也是 黎超星马房方面,魔法速度是位置 翠星亦不会赢的 立伯川也是未会赢的 勇霸龙,也是未会赢的 对手强 穿甲益,有权争Win 我猜全日最好穿甲益 另外四只都是位置马 尤达榮方面,两只应该未够 丁冠桐方面,两只也未够 用丁冠马房出一只 也不知为何还有牌 但怎样也好,希望他们 能够早日康复 这只马转马房之后 是进步了,但感觉上好像 在这组里不够赢 好久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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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见了